我们现在来到Rice Park 大公园也是新开的一个小区 我们看一下Polty Home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建设 Polty Home在这里做的独立屋 它是在Rice Park里面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户型 也是最贵的 它价格都是从150万 一直要到160几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号户型 它的一号户型是3209尺 四方四位149万5千块开始 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独立屋 有自己的前车道 然后这边是两车为车库在前面 好 进去 这整个门框都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高 然后整个屋子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看到至少是10尺 上面还有一个Coffer Seating 会更高 好 一进门 我们这个户型其实是很标准的 进门这边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带淋浴 然后这边楼底下有一个卧室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细节的不一样 你看这个卧室 一个是比较大 另外它有做一些Seating Area 然后窗室 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 然后整个层高都是非常的高了 现在层高都坐得非常的高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衣帽间的层高 也是非常的高 好 然后这边是看过了 这边是Lobby下的一个大衣的 挂大衣的衣帽间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客厅 客厅 它这边客厅也是用家具啊 做出了两个区域啊 我们以前有一个Family Room 一个Living Room 现在它你看它这个设计是要 把它变成二合一啊 也是很有意思啊 这是我建的非常少的一种设计 但想一下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个摆放 这客厅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 这边是加州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 厨房也是非常的大 这倒台非常非常的舒服 用起来 然后包括这边 有一个厨房的储物间 非常舒服哈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餐厅啊 这个大房桌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加州屋 然后加一个后院 这个 它这个楼盘 所以一共大概有40个房子 然后 花园的面积呢 基本就可以参考这个哈 这个是标准的 大概就在4400尺左右 整个呃 整个呃 占地啊 4400尺左右 那其实是这个占地 4400尺到5000左右 现在大部分的独立屋 在150万上下的 都是都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占地哈 有的可能 如果在东木小区 然后在哪里的话 如果这个要 要求在这个价位的话 这占地会 更小一点 可能就4000左右 也有可能哈 好 我们所以上来 上来也是 右手边一个 loft 很标准的loft 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个 镂空呢 这样采光会更好一点 然后这个客厅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露台啊 这个露台连着客厅 其实还是很实用的 很实用的 我觉得比别人的主卧 实用性要大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客卧的区域啊 进来 这边他做了半个洗手间啊 所以这样就保证 每一个卧室 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然后呢 在这边玩耍的人 他这边 有可能是会邀请朋友上来 那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洗手间 然后我们看到两个客卧 两个客 这个客卧是有一个 自己的正式的步入啊 正式的步入 面积也不小 然后这边 他的卫生间 然后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哈 他也是仿造主卧的感觉 他就把衣帽间放在了 放在了里面哈 有感觉 有小主卧的感觉哈 这个很有意思 像这边那边依靠 一般我们知道 普通的 就会这边做一个普通的 衣柜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 他两个客卧都是这个设计哈 就是这个他布置成了公主房 公主房 稍微 面积也不小 也不小 也其实很好用 你看这里也是一样 然后这里他还是做了一个 不如是的衣帽间 其实这个设计我挺喜欢的 让你感觉到 这个客卧的档次 是不是和主卧又靠近了一点了 好 我们现在出去 过来 过来这边那是一个洗衣房 眉毛病长长的一条 然后这边 柜子叫这个 吸水吃 哇 这个主卧 主卧是非常的漂亮了 主卧在有一时一厅的感觉 还有个很大的一个这边睡觉的区域 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客厅 然后主卧还有一个冲到自己外面的阳台 所以这个也是双阳台的设计 主卧的阳台是非常的大 很好 很好用 好 OK 然后看到主卧的卫生间 非常的漂亮 独立式的双人浴缸 然后两个独立的衣帽间 两个独立的衣帽间 这样男女主人就可以分开 然后这边是一个超大的淋浴房 超大的淋浴房 这里就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稍微大 可能是给女主人用 稍微大一点 四房四位 3209尺 是一个很大的房子 1495000 7209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